两韩即将进入第三次的领导人高峰会 比起首次破冰激动程度丝毫不减 毕竟这是两韩分治68年以来 北韩领导人首次踏上南韩领土 从两韩看两岸 是否也让你想到了这一幕 2015年海峡两岸分治66年 马云九习近平双边领导人首次见面 翻开历史新页 不过随着台湾政权轮替 两岸交流高峰也就这么停在这一夜 回顾台湾与中国大陆的交流史 1987年11月2日开放两岸探亲 启动了两岸交流的新时代 接着时任海经会董事长的孤政府 与大陆海协会长汪道涵 在1993年以及1998年两次举行孤王会谈 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 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在北京联湖会谈 都促使日后的官方交流史业 第一个两岸的关系实际上 已经互动得非常的密切了 所以的话呢 至于政治上有或没的话呢 是不是对我们的来讲影响都比较有限呢 那两韩之间来讲最大的差异 是他们根本没有民间的互动 全部都是政府所主导 即日震惊情势在九日共事的架构下 不需要官方动作民间已经互动热烈 两岸关心亲疏情况未见楚河汉界 但在2000年以及2016年 亲中的国民党两度落败 民进党政府主政时期台独省主牌高举 更没有理由民意向对岸妥协 台湾原本两岸走得还不错 尤其是在马英九主政时期的时候 两岸之间走得非常好 但是我们看到了民进党在台湾的内部里面 操纵了这股反中的仇中的情绪 特别是反映在318的血印上的时候 两岸的关系开始产生本质上的一些变化 交流必定要从妥协换来 两岸关系仍在重新寻找路线 相较于仍处于战争状态的两韩 跨过了北纬38度的金文汇 而两岸呢 对立的僵局 何时能有第二次领导人会晤 双方没有互视善意的情况下 台湾海峡的鸿沟仍旧跨不过去 华语新闻 严俊强 黄卫城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